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隆重些才能验贯群芳呢 你去外头取些热水来 这里有幻璧他们伺候就行 是 书寻长发迹即可 是 娘娘 该去几人宫了 今晚不得呀 不急 娘娘将心独孕 这个发迹格外好看 又华丽又大方 走吧 妹妹们今天都来得这么早 在宫里面的生活还习惯吗 承蒙皇后关怀一切都好 嗯 本宫来得不算晚吧 给华妃娘娘请安 给皇后请安 妹妹平身吧 华妃妹妹来得这么晚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皇上昨晚上看作折看晚了 本宫陪的就晚了点 今早上皇上偏不让本宫起得早 所以就迟了 好 皇后娘娘不生气吧 皇上连日忙于朝政 难免会疏忽妹妹 所以要格外疼妹妹一些 今日既与诸位新妹妹相见 往后咱们也多几个作伴之人了 这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 是做给谁看啊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皇后娘娘盯复近安 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也见一见各位嫔妃 也见一见各位嫔妃 端妃娘娘身体抱恙 众位小主今儿怕是见不了了 端妃一直身体都不见好 等礼毕之后 简秋去瞧瞧 是 娘娘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华妃娘娘万福今安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菜有些福了 一点都不通透 这好脆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 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 颜色自然会清嫩些 可话说回来 妹妹你都如此 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也是 总觉得这翡翠老气了些 臣妾不配戴 若皇后娘娘不嫌弃 臣妾就把这副耳环送给皇后娘娘吧 本宫心得了一对东猪 才吩咐制了耳环 若再收妹妹这对耳环 岂不是太奢迷了 让皇上知道的话 定会不高兴的 皇后果然姐姐 好了 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 光过着跟皇后说话了 都忘了你们还居着礼呢 起来吧 谢华妃娘娘 有一位夏常在听说很能干 华妃娘娘万福今安 平妾就是常在下室 夏常在很会打扮 这身料子很贵吧 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 今日进届 平妾特意穿上 倒知道知恩图报 是个有心的人 起来吧 谢华妃娘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